2019年8月31日 去年今日 多名亂港份子現身非法集會遊行現場宣布 大批暴徒下午起 在金鐘、中環、灣仔、銅鑼灣島路癱瘓交通 有暴徒聚集在煲底 破壞立法會大樓玻璃門 瘋狂投擲燃燒彈襲擊警察 水炮車抵達正種 首次射出顏色水驅散暴徒 入夜後大批暴徒在警鐘附近焚燒路障 火海橫跨整條牽尼斯島 龍煙上升至十層樓高 傳出至少五次爆炸星 當晚戰火蔓延至尖沙咀、旺角、北角、天候等區域 入夜後暴徒乘搭港鐵逃走 大批警員進入太子站展開拘捕行動 暴徒隨即遙傳警方在太子站打死人 政府和警方之後多次澄清太子站並沒有死人 不過該謠言仍然在網絡上廣泛流傳 目前警方已檢控七名介乎14至29歲的男子 在2019年8月31日在旺角或太子涉嫌非法集結、暴動、刑事委會等 暴動、刑事委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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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暴動、刑事委員